除了研究 最近你有一些新的思維 就是投票 好像我們早兩年那樣 這個五區公投進行這個投票 當然講公投講民意 作為香港民主運動來講是需要的 但是作為研究或者拿民意 透過一些研究掌握一些現象 然後去演繹作報告 當然有去一個了解這個社會 和了解這個現象的需要和價值 但是有時做一些研究 如果那個效果 我講那個研究帶來的效果 我早上所說 做研究有幾種不同的演繹 有幾種不同的論述 有些希望透過研究 指出社會的黑暗面 接著就推動這個社會的改變 譬如你做這個民意的全民投票計劃3.2.3 因為這個小牽主選舉 有幾個特首的候選人 接著你就做這個民意的調查 當然如果純客觀描述 就沒什麼問題的 因為我剛才有一個選舉 選舉裡面有幾個人 接著就投票 那我看投票結果怎樣 拿一個民意 接著就描述民意是怎樣 但是如果從一個的社會學 或者政治學的觀點去看這個研究呢 會有一個情況出現就是 因為這個是一個不義的選舉 因為這個是一個小圈子的選舉 小圈子的選舉的候選人呢 出來的人呢 沒有民意認受性的 也都不是所有可能有機會 或者是有能力做特首的人呢 是會出來參選的 所以這個候選人的誕生 或者產生本身呢 都是基於一個不義制度之下而產生 而這個候選人的產生呢 某個程度上是某些政治偏頗 或者政治選擇情況之下呢 就是而產生的 是吧 譬如民意認受性很高的 譬如某些政治人物 譬如說公民黨某些人 譬如余若薇那些 你說民意認受性 它可能高過何俊仁九千多萬倍的 但是基於這個小圈子的制度呢 令到一些很有民意認受性 很有能力的人呢 是不願意參與這個選舉 或者是基於某些理由 參與不了這個選舉 導致這個參與的人 在這個選舉裡面呢 某個程度已經是扭曲了的 一個扭曲的候選人的組合 你用一個全民投票的形式 去作一個的表決 某個程度上你是 是將一個不義的制度呢 令一個全民投票的結果呢 將它合理化 和將它正義化了 你怎樣看這個評論呢 是 我想先講這個全民投票 或者叫民間全民投票 它的起源或者理念 其實不是衝著這個小圈子 或者是今次2012的特首選舉以來的 我們在1993年 我們在1991年成立 我們的民意研究計劃 也開始民意調查 我們在1993年已經做了第一次 當時就是 80周年效慶 各個單位可以寫一些方案 做一些前瞻性的事情 我們已經寫了一個方案 也得到認許 做了一個民間的全民投票 當時就是議題式的 也試過測試 當時是電子投票的按鍵 沒有電腦上網的 但也是在做這個功夫 所以1992年開始策劃 1993年做了 當時的理念是什麼 也未到現在這麼火辣辣的議題 我們已經有一個理由 從一個非常廣義的角度來說 民意調查 做到好科學也好 它是一種表達能義的一個工具 大家相信它就可以參考一下 多少% 多少% 等於什麼 沒有問題可以參考 但是這種民意調查 大家都知道 做到這麼多年就知道 20年了 我們知道 我們基本上是 我打電話出去 我們打電話出去 訪問你意見 你沒有什麼大意見都給他意見 或者你沒有意見就沒有意見 但是基本上 你是相對消極地給他意見 我們 於是做了一個圖像 這樣就表達出來了 有一個投票形式 如果是正規的投票 一人一票 大家明白是什麼 一人一票選特首 或者你們講開的公投 是議題式的公投 你也希望社會有一個一人一票 正規的話做法就是這樣 其他社會也看到 所謂那種一人一票出來 去投一個議題 或者投一個人 他是另類的民意表達功夫 那種民意表達是什麼 就是你不出來投票 就當你棄權 你不要等我打電話 問你有沒有意見 你要出來 因為你有成本代價 你要出來表達 因為你願意出來 最後得到的數字 數字就重要了 他的重要地位是怎麼樣 如果你有官方式 制度式的公投 你就會說 這個投票人數到多少 門檻收貨 門檻過了之後 多少對多少為之 通過一個方案 還沒說正確也可以 你說要三分二也好 一半 五十一%也好 你有一個機制 拿出來就可以做一個參考 在一個官方的公投 或者是全民投票裡面 都有不少的參考成 就是說做完一個官方投票 拿到的數字 都是要議會去接受 或表決 議會可以不表決 那就預料自己下台 讓人再選一次 他是有這樣的制度 香港完全無限的缺乏 所以九二年開始做第一次 即是九三年真的做第一次 現在再做 還有中間也有一些零碎的測試 我們正正想告訴大家 民意表達的工具 不單單是民意調查 民意調查我們基本上都很上軌道 但是這一類的參與式的表態 同樣重要 他的結果就是讓大家參考 只不過可以說略為不幸的 就是說 我們將會做到民意調查結果是怎樣 將會做到民間投票結果是怎樣 最後選委會 他會不會參考 他有沒有壓力 是他自己也跟自己說的 但是從社會角度 我們只要將這個工具 或者兩個工具 開放出來之後 他自然 我們希望 令到市民對於所謂民意 就能夠立體一些了 但這個是扭曲的民意 譬如這幾個候選人 不是我有興趣提名他的 如果你問我的特首 我可能會講余若薇 我可能會講李柱銘 因為基於這個制度沒有機會 給市民推選他自己的理想候選人 你現在的現時 這幾個Dolemi 或者ABC 是一個沒有民意認受性 因為那個產生過程 不是透過這個民意產生 而最後你要選他 你用一個民意而選他 你不會令到這個不正義 或者扭曲的產生的候選人 成為透過你這個所謂的全民投票 而建立一個 或者是產生一個認受性 和一個全民的認可的程度 嗯 我會用一個 另外一個反應方去答這個問題 就當我們沒有這個民間 全民投票 在3、2、3 都會存在 你有民意調查 就已經存在了這個認受性的問題 但是你的民意可以有幾多類的 譬如剛才所有民意調查 都有他的目的 或者處理方法 譬如你說我要做全民投票 要關於這個特首選舉的 如果你要真的掌握民意 你可以改變這個模式 這個模式就是 我首先做一個全民公開提名 就不只是這個小圈子產生的提名 我做一個全民公開提名 可能開始的時候 就有這個十個或者二十個最多提名 然後你在裡面可能選五個最多人提名 就是你有一個程序 然後你選了這五個提名之後 可能從這個小圈子的提名 完全不同的 那你再透過一個全民投票 就是關於公開提名的候選人再公開投票 那你就一個真實反映香港的市民 認為誰應該做特首 而不是被這個小圈子選舉操控 因為我自己作為一個民主的參與者 你那個民調我自己一個很擔憂 還有一個感覺就是 哇大哥 你這個民意研究計劃 是將一個不義和一個扭曲的制度 將它合理化 將它好像得到民意的認受性 所以我只是說 就算我們沒有這個民間投票 我們同樣會問一個問題 在現在到三二五中間 都有很多的民意調查出來 我們是其中一個機構 他問的問題 都會說 告訴市民 給訪者 現在有Dolme加 Dolme去參選 你支持誰更多 我們不會加多一個 你可以加多一個 就是另外ABC都可以 但是它會變成沒有參法作用 因為我們在民意調查那裡 你不能參與 但是你要表達的意見 那時候 某一定程度上 你也是認受了 或者是扭曲了民意 因為現實就是有一個Dolme在 我們打電話調查 又是問這個Dolme 如果我不問Dolme 我會問ABC 或者由頭開始那個 你想誰做特首 別管這個Dolme 你可能找個歌聲拍聲 什麼都可以 那時候不是不可以做 也不是我認真說 就不要說Dolme 你依然可以問很多問題 現在只有Dolme 選擇 但是每個人 其實是最討厭 是不是三個人都討厭 你問這條題 完全可以這樣做 變成 在核心的問題 你也要接受 是有Dolme 問他一回 不過你可能會配合很多 其他問題 去解釋 我這個制度也不喜歡 所以從這個角度 我現在先換民間投票 民間投票 沒錯 又是Dolme 加一個氣權 即白票選項 我們已經有一個白票 因為是類近一個真實投票 所以民眾去投票 真的出去投票 在最後得票的結果 沒錯 有些扭曲 你可以有一個音樂 我們是有的 有的 即是以上皆非 就是有一個 我們不是叫做以上皆非 就是氣權 氣權跟以上皆非不同 大家的演繹不同 因為 因為 我就當日時 即是北扭曲的 即是全民提名 全民投票 即是日後真正那種 一定想去選特首 會不會做呢 我很希望你做 即是香港得利 有這樣的能力 譬如選完之後 過一段期間 咦你可以做一個全民投票 大家就選一個特首 好啦 如果現在有一個公開公平公正的選舉 你會提名誰 接著就全民 即是透過電子局分辨 就提名 提名完之後呢 就選了Dolami 或者選了最高提名的三四個人 或者譬如有人建議 要夠五萬人 就可以是一個提名的 那你過了一個提名門檻 就最後有幾多個人 然後透過一個時間 給他們做這個選舉工程 接著一個全民投票 那你有一個公開公平公正的程序呢 就令到所謂那個民意 那個真實性 得以這個反映 我們又不敢前瞻到那麼遠 因為如果你說 這次做了一次之後 到時真的特首就出現了 那可能我們又透過一個 就是民間全民投票 去重新選另一個 甚至未必需要選那個 因為如果真正的 這是民意 這是民意 民意投票呢 你都可以表決 就是應否否決 應否叫他下台 都可以用投票 那你可以用民意 就是問當選的特首 還有另外一個Dolami 這三個哪個民意認受性高 可能最低是當選那個 就突顯這個 當選特首那個 缺乏這個認受性 說回這個民意調查 那你做了很多這些 就是政治領袖 人物那些的民意 那個的支持度等等 但是香港 就是你看到過去二十幾年 你都看到很多東西 就是那個 財團那個壟斷情況惡化 貧窮問題越來越嚴重 就是那個小市民的生活 越來越苦困 你有沒有種衝動 要多些去做這些 所謂社會黑暗面的問題的發掘 而迫使到政府要回應 這個市民的訴求呢 如果我們能夠做到這麼多事情 當然好 還在說很多事情 是自負形虧式去做 也都有人力的限制 但是我想你可以做一個 我會做一個這樣的類比 我們當有很多病人 香港有很多病人 我們的訓練就是做一個醫生 或者做一個護士 你不要只是治癒負貴病 當然不會 當然不會 但是我們的訓練 就是為這些病人 不管他們的貧窮負貴去把脈 所以我們很不斷地 頻密地 就著一些脈象去顯現出來 因為我們要做一個專業的把脈 所以我們要比較集中做這個東西 好了 如果我們的脈象看到 哇 這個血壓不夠 心跳也有問題 幾個指標向著 這個病人真是垂死的了 那我們能不能夠去治療它呢 我們似乎是不行的 因為我們的訓練和資源 只能夠做到一個最好的 血壓計 不要有差池 最好的測試系統 令它有什麼頭暈生氣 馬上說出來 如果我們要做其他犯數 一來就未必是我們一個專業可以做到 二來可能資源上面也有很多人去做 還有我會覺得 如果是用這個類比 醫病 如果我們能夠看到這個人是有病的話 社會是要醫治他的 制定政策的人 不要理會是特區政府 中央政府 壓力團體 民間社會 我們看到這個脈象 或者這個健康情況出現問題 大家就要群責群力去治療 其實如果是政府能夠做到它去把脈 而我們又相信這個把脈 那就更好 因為資源是差不多無限 所以我們會看 我們本身看起來就說幾十人 做都做了二十年 但我們做的工作依然都是有限 所以希望都是集中做 我們一直做的 已經成二百多條題目 定期這樣做 看墨象上會不會有些變化 現在我們又在說民間投票 因為我們說 除了西醫之外還有中醫 可能中醫又試一下 看看有沒有看到什麼現象 我們希望這個角色辦好之後 才可以做其他醫病的方法 我們聽到鍾廷耀博士 關於研究中心和研究方面的發展和情況 很詳細的歷史 講了22年過去的情況 我們看看323的投票結果是怎樣 還有看看研究中心研究計劃 民意的計劃 看看日後在鞏固了你自己心目之中的範圍之外 在發掘社會黑暗面的問題 會不會有機會能夠很成功地找出問題 而能夠迫使到政府 迫使到各個階層要面對 令到這個社會更加美好 像一個美麗的宇宙一樣 很感謝阿忠博士 我們有機會再跟博士 再談論社會現象 或將來講講宇宙的問題 大家會 拜拜 拜拜